HELLO 大家好,今天就想說一下我在沖繩旅行 去了一間Pokemon的專門店 就想給大家看一下我在專門店買了什麼Pokemon的產品 也想做個分享給大家 這個袋子就是一個Pokemon劍盾的一個袋子 前面就是一個劍盾的袋子,後面呢 後面這個呢是... 後面呢是一個Pokemon Center Okinawa 的一個袋子 有這個聖鳥,還有超話伊貝的 我們馬上開來看看裡面有什麼 好了 慢慢看了 第一次看到的就是這隻米爾Q 這隻米爾Q是...小隻米 這隻是中等size的米爾Q 也挺有趣的 我看只有一隻,一千零一隻的米爾Q 給我買下了 對了 然後繼續追他們 這個就是大蝕貝,我貪他的條理可以這樣 所以就買了 這個也是比較小的一個商品 它有很多不同的Pokemon 但是只是圍繞著第一代 其他代數的都未必會... 不是... 它是第一代比較多 其他新的就未必會有 譬如... 好出名的緊貴都沒有 可能因為太...買斷貨所以沒有 而且我當然比較小 所以就... 不是說很多東西買 然後這個大家都知道是誰 這個就是竹蘭 這個其實... 其實都不是說很多... 就是希羅娜 就不是說很多人買 我看到人形的公仔 那些角色很多都有在 譬如...有什麼... 賭啊... 小貓那些 好 還有一隻小隻的 這個小隻的米爾Q 那樣子呢 比剛才那隻 就是比較... 比較Q版一點 而且沒有這麼精緻 你看到這個圈圈呢 這個就沒有圈圈的 這個就有圈圈的 那我就比較喜歡有圈圈 因為沒有圈圈的話 感覺上就不太像米爾Q 那我自己就覺得這隻是好看的 這隻只剩下1,001隻 這隻好像... 還有幾隻 那我看到就馬上買了 我也有問過店員 有沒有更大的米爾Q 那他就說沒有的 沒有啦 而且適逢在萬聖節 差不多就到 所以我就問他有沒有關於 萬聖節的南瓜精靈的產品 南瓜妖的產品 那他都說沒有的 好可惜 對啦 兩隻米爾Q 好 那這個就是扭蛋扭回來的 門口有個扭蛋 那裡面呢 就是一隻... 不良蛙 你看 他的不良蛙呢 吃飽飽 然後躺在那裡 他的肚腩還在那裡 不是他臉上了 那我... 我可以給大家看 那這裡 他的不良蛙就是這個樣子 他的不良蛙就是這個樣子 這樣躺在那裡 那本身呢 他有好幾個款 我給大家看一下 他有好幾個款 但是... 很不閒地抽到他拿不良蛙 那我自己其實都想要... 呃... 外秀的 外秀的 外秀啦 還有... 比較少有的商品 因為我覺得扭蛋是比那些 就買一隻硬的小型 反而扭蛋的精緻就更加精緻 如果是就買一個小型 其實沒那麼好的 我自己覺得 所以我就想扭蛋 扭外秀啦 或者是... 比較少有出商品的這些 就是這隻叫做海參 我忘記了 那比加超就沒什麼特別 幸好沒有種的 種不良蛙都好 起碼不是種比加超的 OK 好了 到另一個了 好 這個呢 就是他一進店裡已經送了 就是一個... 兩個的... 兩個不同 還是不同呢 兩個是一樣的 兩個是一樣的膠片 對啦 都蠻漂亮的 裡面有三神鳥 跟著有阿羅拉的精靈 跟著有阿羅拉的精靈 好 剛才因為一些意外就剪掉了 我給大家看看 我剛才就有... 展示完這個卡片的 然後呢 就是有送到... 他買滿一些... 買滿一個金牌的時候 他就會送兩個路卡利歐的一個... 這些我不知道叫什麼 這些我不知道叫什麼 這個路卡利歐有兩款不同的樣貌 那一款呢 就是他拿著一支花 這個應該是玫瑰來的 另一個就是單女之玫瑰 你會見到這個路卡利歐都蠻有型的 他是... 類似魔術師 或者魔法師 那在右下角呢 這個是左下角 左下角呢 他都有寫著 就是一個... 萬聖節的一個商品 對了 那他只有兩款而已 沒有其他啦 那你當然可以選同一樣 我免得選同一樣 所以選兩款不同的 好啦 然後呢 就是... Pokemon的卡 到 這張Pokemon卡 他都是送的 給大家看一下 這張Pokemon的卡 就是關於... 比加超的 我不知道這個是... 什麼來啦 因為我... 不懂他的字 他的字 通常這些應該都是用來做一個... 收藏 活動卡片 我覺得會是 類似一些卡遊戲呢 有一些... 說遊戲啦 手機遊戲呢 有一些是用不著的 但就要喜歡儲了 對啦 就是收集... 收集用 那我先放進去吧 那到這條啦 這條就是... 大家都知道是什麼 史上最強的水系 就是... 就... 這條可以這樣蚊長的 這條我可以在唐家order買的 就不是在專門店 後面呢 就有得放一些卡啦 這個是Pass Case 好 那這條呢 就可以放一些銀子啦 都還好啦 不過我就應該不會放東西的 最多放這個 還有... 還有... 我也很少會拆這些... 牌啦 這些公仔牌 因為我覺得它是身份證 都不會拆的 OK 然後呢 我給大家看一下這個 那這個呢 它是一個食品來的 就是關於果然翁的 好 這個... 應該是... 應該是一些糖來的 一些糖跟著它就有... 這些產品 哦...不是 哦...OK 那它是一個盒子來的 你會看到它是果然翁加差不多畫畫的 挺特別的 是果然翁的商品來的 因為果然翁其實很少的商品 我覺得 果然翁的產品... 據我看到也不是很多 據我看到也不是很多 那我們拆吧 拆給大家看裡面是怎樣的樣子 它拆一邊不行 欸...可以了 好 那裡面應該就是... 這些是糖來的 魚毛以外這些是糖 簡單來說就是買一個小的盒子回來 我覺得也挺漂亮的 就是它是果然翁 當然是差不多畫畫 差不多畫畫就是果然翁的樣貌 挺特別的 好了 然後就是... 這個我講了沒有呢? 這個不知道講了沒有 這個扭蛋扭出來的 就是... 不是... 這個不良畫 不良畫 睡在地下的一個... 扭蛋 它有其他的精靈 我都不詳細講給大家看了 看看大家喜歡哪一個 我都可以留言告訴我 我自己想要牛尾獸的 但可惜就... 天意弄人出了一隻軍糧蛙 也好 也好 起碼不是比嘉超 因為我對比嘉超的商品沒有什麼興趣 好 到下一個 這個我也不知道我講了沒有 這個就是關於... 一個盲聖節的鬼系的碟 我看到它多漂亮和精緻 就買我回來了 就算我真的... 你覺得可能很花 但我應該都可以拿來用 而且我覺得質感是不錯的 多重 多重 對 好 這個比較大隻 對 這個就是一個... 咀咒娃娃 而這個咀咒娃娃不是買回來的 是我夾回來的 這個咀咒娃娃我用了100日圓就夾回來 非常幸運地卡了出來 但是大家都知道夾娃娃如果你有玩開的話 你夾到第一次之後 你就會不斷瘋狂地夾 所以我其實都蝕了之後 但不要緊 對 它同場還有另一隻月衣貝 可惜我夾不到月衣貝出來 對 那這隻咀咒娃娃其實都幾... 幾大隻 我也想不到我夾到的 因為日本那些夾娃娃機 是要卡住手手腳腳 這樣扯出來 就不同一些... 因為本身玩開台灣的台式 所以都... 有點難度 對於我這些初學者來說 因為我不是經常玩 好了 給大家看看它有其他的產品 一個就是月衣貝 我剛才說到的 另外一隻就是母乞尿 母乞兒 母乞兒 對了 其實都... 其實挺漂亮的都是 挺漂亮的 想不到我去買 而且這些呢 這麼大隻呢 應該都是有這麼貴的 差不多可能都在說 二千多或三千日圓 就是一百多二百元 而我一百日圓就夾出來 都非常幸運 對了 然後還有些什麼呢 還有這個 這個呢 這個呢 是唐的order購買的 這個唐的order購買的 一隻... 精靈啦 它有分... 比加超啦 還有E倍 我免得買比加超 所以買了E倍啦 它是可以... 呃... 你可以跟它說話啦 它可以笑啦 可以跟你打招呼啦 大概就是這樣 有一個機械人跟你說話啦 我也覺得挺特別的 但是這次不開箱給大家看了 那這次只是... 純粹分享一下 我在沖繩買了什麼給大家 欸... 買了什麼 買了什麼 哈哈 買給大家呢 就遲些先啦 OK 遲些有機會再買給大家啦 好 嗯... 沒什麼特別啦 其中我覺得最... 最喜歡的就是這兩隻東西 因為是米2Q的東西 我很少的 米2Q 我想買的大一點 更加大 因為這兩隻呢 不是說不好 但是我想更加大 這隻就... 小小的先用先啦 小小的先放先啦 不是先用先啦 OK 那我們這次的分享到這裡先啦 我們下次再見 如果喜歡的話 記得按個讚啦 還有訂閱我的頻道啦 好啦 未來呢有機會搞抽獎 或者我去旅行的時候 幫大家買一買一些 你喜歡的精靈 沒問題的 好 那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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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